二三 二四 五 五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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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現在不是星期五晚上也 民進黨立委徐志傑嗨跳24噸 就為了要跟班橋葉師傅業員之PK 兩人的戰爭 從徐志傑拋出九位欄尾危危險名單開始 到現在還有比體力完全超展開 如果要比體力的話 我大他8歲可以再讓他8噸 徐志傑膝蓋最軟 最會跳16噸 徐志傑是不是選市長選到有點怪怪的 徐志傑遇到校偉 校偉跟你叫囂你會理他嗎 看到葉元智的法際線以為他比我年長 後來我查了危機 他比我小8歲 徐志傑講出這樣的歧視的話 我以得抱怨 好不好 徐志傑最帥 證明他是一個非常傑出的高雄市長的人選 葉元智說到關鍵要布局2026 看來民進黨內已經動起來了 特別是南台灣多年是綠營天下 贏得初選 市長的門票或許就到手 不知許志傑全力拼空佔爭取媒體曝光 太平市長熱門人選 吳思瑶也出手了 痛批藍毀如志傑偷拍 更顯然國民黨團都是共犯 吳思瑶在司法委員會打爆氣 那我一看就覺得他是在拍我 所以我很清楚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對著我 我當然覺得很不舒服 我更覺得你為什麼要說謊 是要說我在拍他 其實他也在拍我 說民進黨對這個有意見的話可以去修改立法院內規 就是改回所謂的秘密開會 嬉皮笑臉 搞偷拍 那政治痴漢 我自強這個稱號2020年就開始了 那我真的是很肯定他這個自信心 不會認為他是政治痴漢 他又覺得我笑容笑得不好 對不對 那我想說可不可以請他推薦一個笑容管理師給我 偷拍說雙方各說各話 引爆藍綠混戰 綠營立委平民引戰 也宣告2026市長初選提前開打 歡迎新聞 陳翔 葉韻娜台北採訪報導